欢迎大家收看社会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女子上班保暖穿搭 被主管多次嫌恶心先往两派讨论 普及岛玩滑翔散失速高坠 女网红当场肢体变形 惊悚过程暴 楼上每天冲厕所上百次妹子入住新家崩溃 去邻居家一看傻眼了 中国春节刚烈人数暴增 一 多为年轻人 渗入 女遭独虫男友从23楼推下 惨死前恐怖惊叫声曝光 请大家收看 女子上班保暖穿搭 被主管多次嫌恶心先往两派讨论 社交媒体 山东一名女子近日在网上晒出自己的上班穿搭 因年日受低温影响 公司也不开暖气 使得她只好洋葱式穿搭 却被主管多次约谈 嫌太恶心要多注意公司形象 该女子认为 该穿搭的重点是郁寒 若没影响工作效率 有什么好闲的 此事引起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舒适的穿搭并不一定适合上班 而另一派则认为 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好 普吉岛玩滑翔伞失速高坠 女网红当场肢体变形 惊悚过程报 社交媒体 中国网红纳达罕在泰国普吉岛玩滑翔伞时发生事故 导致小腿骨折 并且腿骨刺破皮肤 她表示 在事故中 滑翔伞商家没有提供安全告知 并且事后推诿责任 纳达罕已经报警 并准备以刑事责任起诉设施商家 目前 她已经委托律师处理此事 楼上每天冲厕所上百次妹子入住新家崩溃 去邻居家一看傻眼了 社交媒体 中国女子小刘买了一套房子后 发现楼上的住户将房子分割成小房间 每个房间都有马桶和空调 小刘向房东投诉 但房东表示 房子是自己改装的 无法恢复原状 小刘现在希望物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春节 刚烈人数暴增 一 多为年轻人 社交媒体 近期 宁波医院接诊了多名20至30岁年轻人 他们因为过年期间饮食习惯不良 导致刚烈而求诊 其中一名25岁的吴先生 在春节期间摄取了大量的鱼肉 导致排便不顺 甚至造成了刚烈 初六上午 他在马桶上排便时 突然感到剧痛 肛门处出血严重 吴先生误以为是痔疮 使用了痔疮药膏 但痛感并没有减少 最终 他只能前往医院就诊 医生发现他的肛管上 有一个小裂口 即肛裂 医生提醒 近期类似病例增多 饮食习惯不良 导致肛裂的情况比较普遍 所以 节日期间 仍应保持蔬菜的摄取量 渗入 女遭毒虫男友 从23楼推下 惨死前恐怖惊叫声曝光 社交媒体 马来西亚发生一起恐怖命案 一名女子被他的毒虫男友 从23楼推下 当场坠楼惨死 案发时 附近的居民录下了 女子的惨叫声 情况相当恐怖 警方指出 女子和男友在公寓内 发生争吵后 女子被男友推下楼 男友被逮捕 他拥有多项犯罪前科和毒品前科 警方已经将男友移交法办 调查将根据刑事法典的谋杀条文进行 如果罪名成立 他可能会被判死刑或长期监禁 反诈老陈称求职受挫 原单位没联系过自己 社交媒体 近日 反诈老陈陈国平多次登上热搜 他先是向全国警方喊话求工作 接着被山东锦宁消防 邀请到该地宣传消防知识 还有一家影视公司公开邀请 他担任反诈电影总监制 老陈表示会全力以赴 并表示自己想继续做反诈宣传 他的行为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他是在炒作玩流量 老陈表示自己的目标是联合公安部门 利用自己的能力干更多事 将公寓流量转变为社区流量 联合宣传反诈 老陈元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公安分局 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 因在社交平台与主播直播 连麦PK而火爆全网 他辞去警察工作 转战直播行业 一直致力于反诈宣传 他表示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因此发视频投简历 竞聘邪情人员 希望能继续做反诈宣传 他表示自己想联合公安部门 利用自己的能力干更多事 将公寓流量转变为社区流量 联合宣传反诈 老陈的行为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他是在炒作玩流量 对此 老陈表示自己的目标是联合公安部门 利用自己的能力干更多事 将公寓流量转变为社区流量 联合宣传反诈 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需要与公安部门合作 对于几宁消防的邀请 老陈表示会全力以赴 并感慨人只要方向正确就行了 他希望能通过多元化的宣传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反诈和消防知识 老陈在离职后 尝试过养殖业、吃播等工作 还拍摄了反诈短剧 出版了反诈书籍 并在多所高校开展了反诈讲座 他表示 这次求职并不是因为吃不上饭 而是想联合公安部门 利用自己的能力干更多事 他计划去公安部门做几个月携勤 共同学习讨论反诈知识 培养新人 然后再换一个公安部门走走 不断进行交流学习 将公寓流量转变为社区流量 联合宣传反诈 对于他的求职行为 也有人表达了支持和感动 认为他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敢想敢做 四位姨妈剃头捐皮肤给烧伤姐弟 救孩子怎样都行 社交媒体 这则新闻讲述了一位 婴儿因患有罕见病 而需要进行直批手术 其母亲和姨妈为了救孩子 而剃光头发进行捐献 姐姐已经完成了手术 弟弟仍在昏迷中 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和赞扬 称姨妈们是亲妈和世界上最美的五朵金花 德州最大野火 仅15%获得控制 数千牛只死亡 社交媒体 德州狭长地带的野火 已经成为该州历史上最大的野火之一 燃烧面积超过4400平方公里 目前仅有15%的火势得到控制 这场野火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估计有数千头牛只死亡 消防队员正面临气温上升 强风和干燥天气的挑战 努力阻止火势蔓延 德州农业专员预计 这场野火对德州养牛业和牛肉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 野火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但强风、干燥的草地和异常温暖的天气 都助长了火势 天气预报中心的气象学家警告 由于相对湿度低 且阵风很强 只需要一点火花就能点燃另一场大火 虎金罕见单独出击 猎大白沙 雕走鱼竿 花不到两分钟 自由时报 根据一项研究报告 学者观察到南非海岸的虎金 单独猎捕大白沙的情况 这是首次观察到 虎金单独猎捕大白沙的案例 整个猎捕过程不到两分钟 研究指出 虎金可能选择单独猎捕大白沙 是因为遇到的是较小的幼年大白沙 大白沙的肝脏富含油脂 虎金会选择性的进食 丢弃剩余的尸体 研究人员称 这一现象可能与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动态有关 仍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 与此称 油寄吸引死亡 曝光后快递公司做出赔偿 社交媒体 根据华商报报道 圆通宿地公司已向当事人许女士做出赔偿 双方达成和解 许女士曾在网上反映 她委托圆通将她养了四年多的两只蜥蜴快递到杭州 但物流信息显示 包裹在杭州萧山网点停留多日未派送 当她自行前往取货时 发现蜥蜴已经死亡 许女士在网上曝光快递公司的不负责任行为 要求其赔礼道歉 最终 圆通公司与徐女士达成共识 解决赔偿事宜 据徐女士反映 她多次联系圆通客服 查询派送情况 但对方一直未回复 徐女士发现两只蜥蜴死亡后 她在网上发文悼念 并曝光快递公司的不负责任行为 她认为 蜥蜴的死亡是由于圆通公司没有及时派送造成的 希望对方向她道歉并赔偿损失 徐女士要求圆通公司承担将物品安全 及时送到收件人手上的责任 最终 圆通公司与徐女士达成和解 徐女士在网上发布视频表示 圆通公司负责人联系她处理赔偿事宜 并感谢媒体朋友们的帮助 她将赔偿金捐赠给阳光慈善基金会的流浪动物生存计划 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 徐女士表示她每一天都在自责后悔和崩溃的情绪中度过 希望希下辈子能回到她身边 她会好好保护他们 双方并未透露赔偿数额和最终的和解方案 67岁中国游客到泰国第一天被撞身亡 司机逃逸 社交媒体 3月1日 一名中国游客在泰国北兰府的一条斑马线上 被一辆超速行驶的皮卡车撞到身亡 警方怀疑一名柬埔寨男子是肇事者 并展开搜查 事故发生后 警方赶到现场 但无法挽救游客的生命 肇事车辆在第二天被找到 车主声称车辆已经卖给了一名柬埔寨人 此外 统计数据显示 在泰国 60%以上的行人事故发生在有标记的十字路口 斑马线对司机并没有警示作用 泰国政府已采取措施 减少在斑马线前的超速驾驶 但成效尚不明朗 因此 前往泰国的游客 尤其是中国游客 还是要小心斑马线上的交通安全问题 男友诈死 只为分手 赵母谎称被马踩死 社交媒体 一名美国少女 在母亲生日当天 接到男友的意外死亡消息 但五天后却发现 一切都是男方编造的谎言 原来男方只是为了甩掉她 才会想出这个荒谬的方法 这名少女 在Reddit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安慰 尽管少女感到痛苦和愤怒 但网友们都劝她 不要为了一个男人失去自我 因为少女只有13岁 不需要为了恋爱而迷失自己 整排学生帮舔脚指 美高中募款活动变调 社交媒体 美国奥克拉河马州一所高中 举办的募款活动引发道德法律争议 在活动中 参与的学生被要求互相舔脚指 这一环节被拍摄并上传到社交媒体上 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有议员指责这是虐待儿童 教育官员也表示将进行调查 学区发表声明澄清 所有学生都是自愿参加的 并且活动为一家咖啡厅筹集了一笔善款 然而 声明没有解释舔脚指的游戏目的 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和谴责 客机操门飞凿 乘客怒告波音及航空公司求偿10亿 社交媒体 今年1月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MAX9客机 在飞行中舱门脱落 导致机身出现一个大洞 乘客们经历了一场高空惊魂 最近 一对情侣和另一名乘客代表同机旅客 向阿拉斯加航空和波音公司提起诉讼 要求10亿美元的赔偿金 他们指控航空公司和波音忽视了明显的警讯 认为这场意外本不应该发生 诉讼要求阿拉斯加航空和波音公司优先重视安全问题 但两家公司都拒绝回应 连接车摇摇欲坠半悬空 如电影惊险场面 社交媒体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发生了一起惊险的车祸 一辆大型半连接车不慎冲出桥边护栏 车体卡在桥的结构之间悬挂在俄亥俄和上方 消防人员进行了高难度的救援任务 成功地将女驾驶员从车内救出 事故造成了另外两辆车的损毁 并有一名受伤者伤势较重 目前 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并设法将半连接车移除 加拿大陆生轮植物人 母控 遭职业选手打到脑出血 社交媒体 加拿大一名中国留学生雷振环 参加业余武术比赛时 被对手打成植物人 家属指控比赛主办单位 未能保护选手安全 裁判和急救人员不合格 他们还控告加拿大世界踢拳和空手道联盟 违法批准比赛 比赛地点为确保设施适当使用 雷振环的对手 曾参加职业级赛事 然而比赛规则 竟只有职业经验者参赛 比赛中 对手多次超出规定力道 攻击雷振环 裁判为执行规则 主办方位检查雷振环的伤势 最后一场比赛时 雷振环出现重伤迹象 现场未提供适当医疗措施 医护人员花费90分钟 才感到雷振环脑出血 医生预测他的病情 改善可能性很低 雷振环和他的母亲 已经回到中国 目前有人在募资平台上 为他们筹措医疗和机票费用 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